关于画中写作舞台上的假想题这一题 如果我依照直觉回答说是我自己的话 那可能就有一点太矫情了 因为写作它本来就是从个人出发的事情 那如果说以我看到的或者遇到的这些人 我的假想题会是久自备的写作者这一群 因为我们刚好就处在新旧交接之间 那要坚持写作或者坚持阅读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挑战性 所以我们也算是在斗命场的 就是看谁可以写得比较久 那奖项反而是其次的 关于画中文学奖在我心目中的改变这一题 目前我还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分别 因为我只参加过第15跟第16届 但是就以我参加过的这两届的感觉来看 它除了让我看到说我的写作其实可以走多远 或者是能够被看见的这一点之外 它也让我知道写作就算是一件很孤独个人的事情 两年一度的花季也会让写作者、读者 还有其他人看得到文学 它也有非常热闹、非常温馨的时候 而且每一届它都融入了不同类型的这个讲座 所以会让人期待说下一届的花中它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跟突破 那每一届都是值得去参与的 关于我心目中梦幻的评审组合 如果是公开组的话我会希望看到离子书、心心顺、光满回一起 那如果是新秀组或者是老新秀的话就是梁新元、黄紫阳还有就是赖维君 然后这两组的共同点就是写三文、写小说、写诗的都有 然后我还蛮期待说如果他们被放在某一个问题的评审过程中 他们所侧重的东西、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